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下面来学习雪雄 那么无论是在职业医师助理医师 那么都是要求大家掌握的 但是考试的几率不是很大 不是每年都有尸体隔个一两年出现个尸体 并且尸体也不是很多 一年就个一到两个尸体 所以这个虽然是职业医师助理是要求掌握的 但是考试的几率比较少 我们再来看看首先它的概念 什么叫雪雄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胸膜腔的极气就是气胸 那么胸腔的极血就是血胸 胸膜腔的极液呢叫胸水也叫胸腔极液 假如这个病人又有胸膜腔的极血 也有胸膜的极序 也就是气胸和气胸同时存在 那么我们经常常叫他血气胸 你比如说我来拿刀来杀你一刀 在前胸臂杀你一刀 那么胸膜腔一破裂 那么有气体进去 那么有气胸 我由于杀你一刀 这个有三口 三口就要出血 那么流到胸膜腔里面去也有血胸 所以这种病人常常会到这种血气胸 所以临床上在外伤的这种病人 那么血气胸 比单一的气胸和气胸都要常见 好第三种就是进行血胸 什么叫进行血胸 就是不停地来自出血 那么叫做进行血胸 也就是出血没停止 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进行血胸 进行血胸由于出血没有停止 一直在出 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个病人最主要治疗 应该怎么样 抛胸探查 胸开血 抛胸进去之后止血 所以这个进行血胸 只有一种治疗方法 那么就是开胸 好第四种就是痴发性血胸 痴发性血胸 痴发性血胸 大家注意了三个东西就一起去痴发性干破裂 痴发性脾破裂 一个道理 就是当你外伤之后 当时他没有什么症状 等他过了几天 甚至一个月里面的脾胸 因此破裂他可能到了一个月 一个月突然这么破裂了 为什么呢 一个皮肠 皮肠的被窝下有出血 但是这个膀膜也被破 就在这 所以他没有症状 因为他出血量很少 突然到了哪一天 你一用力 你不是起身呢 你不是弯一样吗 突然互相压力一增加 这个皮肠破了 破了之后 你看看这个血是不是到处流出来了 流出来之后就会有这 吃血的症状 这叫做炎磁性皮活的 干燥类似 那么什么叫炎磁性血胸呢 就是少时的伤炎 当下那个骨折之后 那么吃起来的那些动漫 在这个地方出不出血啊 出血 但是由于他出血量不很大 被淋血块把它堵到了 这个这个就没有症状 等到哪一天这个淋血块掉了 那么出现症状 这是个我们就叫他什么 就叫他炎磁性血胸 由于当时没出现 那么是炎磁性血胸 好了 这个血胸的来源 大家注意了 胸壁走出心脏 心包 隔肌 只要跟胸腔有关的 这些哪个血管出血 都可以造成血胸 这些血胸的来源啊 好了 大家注意了 这个血胸的过程 大家一定要硬在老好之中 这个人籍血胸和下一节我们要讲的浓胸 大家是相言的 一定要有个什么 这种知道是这样 刚开始血胸往往是不灵性血胸 跟我们互相的始初学一样 刚开始也是不灵血 为什么 这是虎膜和胸膜的虚显化作用 虚显化作用 怎么回事啊 也就是大家注意了 假如这里有个血 这里有团血 那个血马上要凝固 凝固之后 那么在凝血的第三阶段 大家学生理学学过 那么会形成吗 纤维蛋白 血灵块 血灵块之所以成为凝固 那么就是因为里面的纤维蛋白 当你纤维蛋白 你大家想一想 假日着 早上你妈撒了鸡 这个鸡血他一样 他就拿个碗 结着 这个鸡血在这 你要中午回去 你看看 这个地方你再一看 这个鸡血都凝固了 因为他凝血机制形成 鸡血凝固 所以呢 纤维蛋白 形成了 这个鸡血 当你这个假日不想这个鸡血凝固 你回头怎么办 你妈的撒鸡的时候 你看 他不想这个鸡血凝固 他什么 拿个筷子在这搅啊搅啊 不停搅拌 为什么不停搅拌的时候 就会 就会不凝固呢 因为在搅拌的过程中 即使你在凝血过程的形成这种显物化的东西 显物蛋白 那么我给他不停搅拌 那个显物蛋白的聚集体 就不能形成 所以他就只是显物蛋白的单体 也就在虚显物化的作用 所以他就不能凝固 那么同样道理 这个胸腔内的积血 虎腔内的积血一个样 当随着你的呼吸 你比如说我们胸腔的积血 血腔的积血 血量不是很大的早期的时候 随着我的呼吸 我隔肌是不是上下移动 隔肌上下移动就像我这拿个筷子在这不停搅拌这个循環 那么不停搅拌这个循環 你还能不能出什么显物蛋白的聚集体 不能 所以这叫去显物化作用 由于去显物化作用 所以这是胸腔内的积血 虎腔内的积血 虎腔内的 那么随着呼吸 它也是 腹膜要动 肚子要动 那么也有个去显物化的作用 所以这时候就不灵血 所以我们看看 胸腔的积血虎腔的积血在早期典型的表现 穿着抽血的时候都是什么 穿着抽就是什么 不灵血 就这个道理 当出现量很大的时候大家注意了 超过的力量去显化作用 去灵作用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凝固血 所以大家注意 不论是虎腔内的血 胸腔的血 只要这个血凝固 这么大的出现量相当大 超过了腹膜 胸膜的血显化作用 所以早期少量的血是不灵血 到了大量的积血呢 凝固血 凝固血 那它就出不来了 由于出现量就很大 所以这种病人又不能自己吸收 最后 就导致感染 因为血凝固是细菌最好的 培养基 所以这个时候 细菌在这繁殖的就感染了 感染的就形成 感染的血胸 感染的血胸 你现在还不进行资料 那么就形成 龙胸 大家就是会了熟悉的 我们萨克当节要讲的龙胸 到了最后呢 慢性龙胸 所以大家看看 从血胸 到 急性龙胸 慢性龙胸 这个过程 就把我们这一节 讲的血胸 或下一节要讲的龙胸 再下一节要讲的慢性龙胸 全部连接起来了 所以它都是一条主线 所以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假如这个病人有血胸 我们尽量的 特别是个凝固血块 比较大的 出现量比较大的 凝固血胸 一定要赶在他化龙性 感染血胸之前 把他掏出来 假如不做手术 把这个 凝固性的血龙块 掏出来 那么这种病人很可能感染之后 就演变成 急性龙胸 治疗更急俗 所以 我们对凝固血胸的病人 那么我们开刀应该什么 撑掌 两到三天之内 在他血龄块 激化之前 感染之前 那么把他掏出来 所以我们为什么凝固血胸要找些治疗呢 找些朋友难查呢 就这个道理 好 这样一个过程 大家应该老好之中 那么解体之后 大家就 不会 戳得很远了啊 好了我们再来看临床表现 第一个由于这种病人血胸 那么又出血 所以他有死血的表现 脉搏 面是苍白脉搏 脉搏血肉血压降低血量不足的表现 这种病人由于胸腔内的积血 所以罗杰西是保满的 由于胸腔的积血那么他压力真大因此 重隔器官箱 建成疑位 由于胸腔的积血所以这种病人扣诊是 左膺 那么他不会扣诊骨阴 骨阴是气胸 由于胸腔的积血这种病人 胸腔 腹筋要减弱或者消失 好这些他的表现 这种表现没有特性 所以大家一般都会知道 那么下面 想两个大家不知道的由于考到的 进行血胸或感染血胸 进行血胸 也就是说这个出血在急事的进行 没停止 那么跟我们禁止血胸是两码四 我们禁止血胸可以观察 不业 治疗 那么进行血胸的必行急诊开胸手术 也就是对我们外科医生来说最最重要的就是 怎么判断进行血胸 也就是判断出来这个病人还得继续出血 开胸进去 否则不开胸 所以对血胸的治疗最关键的就是这了 隔在胸腔 你要知道这个病人是不是在出去 还得出血进去 不出血不进去 所以 也就涉及到我这个外科医生 究竟是开不开胸的问题 对外科医生来最最重要 就是他了 所以这个进行血胸就非常考虑 哪些东西 其次这个血液一再出 必须进去开胸 第一脉搏持续性的增快 血液持续的增降低 并且进补业治疗之后 里面短的时间内 输液超过1600毫升 血液仍不能稳定 那么证明这个病人出血再继续 那么这种情况合照考了 考的最多的就是第2种情况 胸腔背色引流 那么每个小时超过200毫升持续3个小时 大家注意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也就是了 观察的时间必须3个小时 每个小时的胸腔背色引流量 都比较多200毫升 例如说这个病人 假如我说这个病人做了胸部手术 胸腔背色引流量 胸腔背色引流量 第1个小时 400毫升 第2个小时 100毫升 第3个小时 100毫升 我问你这个病人 是不是进行血液 是不是 不是啊 为什么呢 他必须是3个小时 每个小时大约200毫升 很可能第1个小时 引流到600毫升 但是第2个小时没有了 为什么 说不定就是当时中间出了 出的一些血 腹腔胸腔里面积血 或者是 冲的冲胸腔 冲胸腔之前冲胸腔的那些 十年约水 你把这引流出来的时候第1个小时很多 600毫升 到了第2个小时呢 他不出去了没有了 这也不能在那里进行血胸 所以必须连续观察 3个小时 每个小时大约200毫升 我们对于进行血胸 胸腔内的 腹腔内的 那么都是这样的观察 所以我们总是安排给洗字洗身 我说你给他盯到啊 每隔一个小时拿酿酿酿酿酿酿酿 嘿 假如酿每个小时都吃到200毫升 赶快再进去 这个病人胸腔还出血 反之 假如第1个小时酿酿了300毫升 第2个小时150毫升 第3个小时50毫升 第4个小时没有了 OK 解答完成 这证明没有再出血了 好了这种 非常重要 所以我现在要当重点讲了 还有红木细胞 血红蛋白进行降低 当然你出血能当然进行降低 胸腔引流 从不临 变成凝固 我们跟大家说过 早期少量出血的时候是不灵血 当血是凝固的时候 证明的出血量是什么很大 并且很可能是进行 所以这几种情况都表示进行出血 那么必须进行 抛胸探查 好了还有一种是感染血型 我们刚才说了 灵贵血型到 不灵血型到灵贵血型 假如你还没进行 跟这个血量掏出来的话 很可能造成细菌培养剂 再次什么培养 那么这个时候会导致感染血型 哪一病人导致感染血型 那么有什么真相 很少考啊 唯一的就是考了这个第3项 这个数字 其他人没考过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 第一有胃寒好人 既然你有胃寒高人 那么这种病人很可能有感染 第二个 胸腔急血 来进行加振流水来进行什么检测 胸腔的急血 取胸腔的急血一个号升 加5毫升那么振流水 没有感染的 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蛋黄的透明状 加上 有感染的呢 那么就是 粉灼状 也就是把这个急血拿出来拿出来 下的吸尽也是你这个看一看 当然了感染的感染肯定是粉灼状的 是不是像农业一样 好了第2个 那么起这种 血型的这个液体 来进行检测 没有感染的时候大家注意了 红销 和白销的字笔 这个血中的红销白细胞之笔 是500比1 就我们正常值 500比1 大家都知道吗 红销胞正常值大约4.5乘1615次方 红销胞正常值大约4.5乘1615次方 红销胞正常值大约4.0乘169次方 好大家可以看看这一看怎么样啊 这大约是500比1吧 好他们感染的这个白细胞急剧升高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笔子就会减下高到一 得高到什么 100 比 所以这两个受计者 我记得有一次考过一次啊 其他的都没考过 血头片看到细菌 所以这种 这肯定看到细菌嘛肯定感染 所以这种 临床表现 偶尔会考得过 但是进行血胸还是考虑更多了 好了我们看看血胸就知道 刚才说了 回忆进行血胸 也就是这个病人原来有血 这是个没有出来 那么这是个 细菌胸腔传之后 B4引流都可以 主要是把这个血灵框 掏出来 对于进行血胸没什么说的 这个时候 还在出血 那没办法 其实就进去开胸探查 知血 好了第3个就是凝固血胸 也就凝固血胸 一般都是什么 很早的早 很早的早期 那么这个病人凝固了 证明它的除血量大不大 我刚才说了 这个除血量大 这个除血量小 之所以凝固 是因为除血量大 超过了 这个胸部的去显化作用 所以除血量大 那么它就血液就凝固 凝固了之后怎么办呢 一定是早期 我刚才说了 伤口的两到三天 手术一定要把这个血灵块拉出来 假如血灵块不拉出来 这个血灵块在胸腔里面 就会导致 血腥感染 因为它这个很好的血液 血液是细菌的 很好的培养器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就会到处感染血胸 感染血胸 那处理就比 凝固血胸要更麻烦 假如一旦发生感染血胸 到下面这了 一旦发生感染血胸 那没什么说的 那么就是胸腔被死引流 止血液症被死引流 把农业 引流出来 是会膨胀 感染血胸 假如还感染血胸都没治好 或者没有治 那么这个病人已经到了农胸了 按农胸气质量 先按极心农胸气质量 胸腔被死引流 假如胸腔被死引流都没用 那么就要慢一些农胸质量 那就是包皮 我们等于话也讲的 就是 血胃碗波粗粗 那么我叫包皮 所以这就是每个这种 血胸 农胸 的治疗 所以像这种东西大家记得这个可以快日记 就圆着我这个思路 从上到下 一起记 我们来看看 18年考虑这个试题 大家来看 男性 28岁 车祸之后 胸痛呼吸困难 40个小时 也就这个病人 胸部外伤 有胸痛 有呼吸困难 那么时间 伤后40分钟 乘客就少量的血痰 胸部外伤之后 一般的血痰 无恶心恶吐 没有护胀 没有糊涂 没有意识障碍 差题 脉搏比较快 114分 估计2020美分 血儿 90的60 毫米共处 证明这个 胸部外伤之后 车祸之后 很可的 有胸腔的出血 不然那你看看脉搏真快血压降低 不会有修科的表现了是不是 好了我们继续玩会看 这个病人 气管右偏 好了 证明他的伤口的部位在哪在左边 哎 左边把中隔移为了 气管右偏 所以你看看 坐车胸壁 皮肤欲斑 没有腥下气种 但是坐车 四五七内肩有肘痛 可摸起 骨茶感 骨茶感是什么意思 哎骨茶感就是 骨内骨骨骨折的什么特征表现 所以这个病人读到这儿 你可以诊断为什么 左側四五七内肋骨骨折 好了大家再去看啊 扣诊什么骨银 左肩扣诊骨银 为什么骨银 有气体才有骨银嘛 所以这个病人应该诊断什么 左側 四五七内肋骨骨折合并有什么 气胸 气胸才有骨银 那么假如是 血液呢 那么扣诊是左银 是不是所以扣诊骨银 那肯定是气胸 是不是 好了我们再继续往回看啊 腹筋减弱 当然有气胸 腹筋会减弱 心脏是阴性的 虎部是阴性的 虎处检查 血红脉是100克每身 RBC3.2乘 实体是二床 胸腺 主要看这儿 四五内 四五七内 内股骨折 有左车气胸 有内股骨折有左车气胸 会压缩到70% 还有中等量的胸腺器 中等量的胸腺器说明什么意思 说明有血胸是不是 所以这个病人应该诊断出 左车四五七内内股骨折 合并有左车气胸 会压缩到70% 也就是大量的气胸 加上左车中等量的胸腺器 也就是这个病人有血胸 就这个意思 所以写的这项不多 你要把它 欢迎医生对你 答题有作用的 诊断出来这项机 那么 把它诊断出来了 下面的气胸就好做了 好了 需要你一级给予的处理是什么 需要你一级给予的处理是什么呢 大家看看 诶 这是什么 你一级排气 排气 减压 排气减压 主要就建议是吧 张力一气胸 诶 这个没告诉你张力一气胸 是不是 所以不是 诶 当然比 胸腔壁是引流 诶 这个可以 为什么 胸腔壁是引流我们说大量的气胸 重量大量的气胸 也就是胸腔 会亚述的量 在50%以上 诶 都要进行常规的 胸腔壁是引流 好了 由于这个病人还有什么 活动性 积血 也就是血胸 那更需要进行胸腔壁是引流 所以胸腔壁是引流既可以处理气胸 也可以处理血胸 OK 就是它了 所以正确答案就出来了 打笔 好了 基本上说血 你这个病人虽然有休克 血九十六死 带死 九十六死除以带上气 他还不死掉 所以经脉输液 输血 抢救 休克的措施 但是这个病人 相对于他的气胸 血胸来说 那么 不是最主要的 所以正确答案必 不是适应 好了 我们看 泡腹探查 泡腹探查肯定一看就是做的 为什么 这个病人的腹 外伤在哪 在胸部 并且腹部的体征都是阴性的 腹软部 牙痛 干皮的下位足及 都是阴性的 那么你泡腹探查干什么呢 你说泡胸探查还可以是吧 泡腹探查这不是 戳得很远是不是 显然不是第 好了 加压爆炸固定胸壁 加压爆炸固定胸壁这是什么 诶 多根多出类国骨折的 年价胸 第处理方式 机械方式 所以显然不是一 因此正确答案之能答 比 就出来了 第一问出来了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下面这一问 根据换成目前的情况 最有可能合并存在于什么 其实我刚才也跟他讲了 合并存在于年价胸 这个病人是有四五七的内骨骨折 但是是单处 不是多处 年价胸是多根 多处 内骨骨折才是年价胸 多根 单处内骨骨折不是为年价胸 所以没有缓战后期 所以这个病人不要打 年价胸 单比张立心气胸 大家看看有没有张立心气胸 没有张立心气胸 就是车祸之后这个病人有气胸 没有说到 没有说到压力真大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不能正当着张立心气胸 好了 创伤性自信 创伤性自信大家注意了 一般都是 一般都是 顿性暴力作用胸部之后 是非在这种事情上 创伤性自信 所以这个显然不是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血胸 刚才我说了 因为左车有中等量的 胸腔脊液 这个脊液就是脊血嘛 血胸所以这个正确的答案为 低 那会爆炸伤爆炸伤一般都是什么 工地上面突然爆炸之后 气呢 爆炸的这个波浪 冲击肺部所致 所以这个会爆炸伤显然不是 因此正确的答案打低 好了 像这种题目你看 这里过期分析 那么能够诊断出来 那么这种题目就很简单 假然不能诊断出来 那么这种题目对你来说就很难 好了 我们再来看15年这个时期 大家来继续看 男二十岁这个病人被刀刺伤两个小时 就诊 既往体见 那么这个病人的脉搏比较快 120是美分 血液比较低 8050毫米公主 这个病人有面色长白 估计死血引起的 这个病人 又凶前线第五代间有个两公分的伤口 大家看看 有个伤口是不是 又凶前线 好继续往下 也是刀刺伤引起的 这个就一下 有血液流出 有血流出 那么很可能这个病人既然流出 很可能流进 有很可能刀刺伤血胸 好这个病人是不是 大家看 六胸扣出是死鹰 假这个病人是考虑的七胸 那么扣诊 右胸扣诊应该是个孤鹰 扣出死鹰 证明他是什么 血胸 所以都在这儿大家都知道 这个病人 开放胸部伤口 并且是什么 是血胸 好胸腔壁似引流 引流出来了 都是这个病人的 运出血液液 600毫升 一小时之内 除后一小时的又引出了300毫升 问你这个病人诊断为什么 由于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病人应该诊断着血胸 那么你就要知道了这个病人就几次进行血胸还非进行血胸 继续来进行诊断 大家看 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诊断标准进行血诊断标准 第一个必须关注三小时 第2个每小时大于200毫升是不是 这两个条件突出神仗 那么就是进行血胸了 大家看成不成仗 刀刺伤两个小时 也就是说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内他的液体是多少 急诊心胸腔壁伤引流 600毫升 也就是每个小时都超过了200毫升是不是 然后时候又一个小时 300毫升又大于了什么 200毫升 所以 连续三个小时都大于200毫升 因此这个病人应该诊断什么 进行血胸 所以这个题出的很好啊 他记不超纲 又不知若若的问你 这个进行血胸的诊断标准 所以他有种病例性是考大家 所以大家怎么应该明白 所以答案是 一个是两小时 受伤了两小时 留了多少血啊 600毫升 然后在书后一个小时之内又留了300毫升 所以满足这个进行血胸的诊断条件 答案为A 好了继续 我们再来看 最后下列处理错识是 由于你这个病人是进行血胸 进行血胸没有什么说的 抛军弹场 进行止血 这个应该怎么说的呢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答 B 就出来了是不是 好了 这就是跟大家讲的啊 血腥的资料 哦 就是疫情 评谊 等来 嗨 感谢观看